嗨,大家好,我是CineSpot,動影特大影評人Condratus 今天又和Michael一起講評一些新片 世界杯還是進行得如火如蠟 上星期我們做了一個世界杯的專題 介紹了一些經典的足球電影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看 今個星期我們再恢復講這個新片 總共會講四部電影 兩部就是首輪上映的新片 兩部就是較早上映的都是西片 四部電影 第一部就是五星級成宴 這個有個聲字就知道代表有些血腥有些懸疑 這部話題之作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應該跟大家講一下 另外一部首輪新片就是法國的片 巴黎聖母院火海奇蹟 就是一個災難片 就是一個真人真事改編 歐洲人拍這個災難和荷里活有些什麼不同呢 一會就跟大家講一下 之後就是講兩部 前排上映的都是超級英雄的電影 第一部就是這個DC的黑亞當 Black Adam 另外一部就是這個Marvel的黑炮2 雅干達萬歲 那究竟DC和Marvel這次差不多同時期的一個 互陷的電影 兩部有些什麼不同呢 又或者哪一部是比較優勝的 我們覺得 現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首先呢 就跟大家講了這個五星級成宴 就是這個The Manual 那這一部電影呢 就是可以說是 在這個世界杯時期裡面算是一個有些話題的作品 那大家其實都很喜歡看一些懸疑 一些血腥的電影 這部電影的劇情呢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講 男女主角呢 就去出席了一個 一場成宴 這個成宴呢 其實就是在一個 叫做高級食府 進行的 那這個高級食府呢 就是在一個島上的 那我們去這個島上參加了一場 就是這場成宴呢 其他出席的人呢 就有一些 都是一些上流人士 上流社會的人士 好像一些 有錢的家庭 又或者是一些明星 又有一些食評家 那他們本來就以為呢 去吃一頓飯而已 但是沒有想過呢 就原來就是 這個大廚 就是他裡面呢 就是另外有一些陰謀在的 那之後就發生了一些 很血腥 很懸疑的事情了 那究竟是什麼呢 那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那你說開這個大廚 那這個 像不像這個電視裡面 很紅的那個 Gordon Ramsey 那樣的大廚呢 是不是 說到聲宴 那氣勢上的確有點像的 因為他找了這個 Ralph Fiennes 就是這個好著名的演員去做 那大家都知道 我看過這個Kingsman 或者我看過以前一些 好像English Patience 那樣的戲 都知道是一個 非常之有氣場的演員 那他做這個大廚 的確是 的確是非常之出色的 那說回這部戲 其實我覺得 他作為一個懸疑經濟片 你說血腥其實不是太血腥的 那可能因為導演本身 都是拍慣電視劇為主 這次拍這部電影 就是電影 可以說他 我不知道他是第一次拍的 或者總之都是 比較少拍電影 所以他的電影感 就不算太強 但是他絕對是有話要說的 就是不是純粹是拍一部 就是很普通的 荷里活的經濟片 而是裡面有個訊息想說的 跟我們之前說的那些 就是現在很多政治正確電影 那會不會 又是說到 浩威死白 就是一看就 就是覺得很硬來的那種呢 你覺得這部電影 白不白就 我想就看 比每一個觀眾的接受程度都不同的 那簡單來說 其實這一部電影 如果你說跟之前我們看 就是早排的那些懸疑片 那的確是 不是說那麼簡單直接 是純粹製造一些官能刺激 而是想反映一些社會上的一些東西 那這一部其實我覺得 就是透過這個 講這些高級美食的文化 其實就是去反映 一些人性的一些虛偽 其實它裡面很多那些 所謂的美食文化 都是整飾整碎 沒有那樣做那樣 就是吃完你都覺得是貴格不飽的那一隻 那它就是用這樣美食的東西 去諷刺一些上流社會的一些 裝飾的人士都覺得 就是舉例 它裡面有一對老夫婦 就經常去這個高級食府吃飯的 但是後來 那這個大廚就問它 那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就是它那麼多次去那麼多次 是吃過些什麼 那結果它們厚厚厚說不出 那就是所以就是諷刺這些人 經常花大錢去吃好東西 但是究竟它吃過些什麼呢 就是它們根本就不了解它們是吃過些什麼 那另外就好像有個食評家又是吧 它經常 就是用一些很美妙的詞語 去形容那些美食啊 但是其實它這些都是 你真的問到它究竟 就是那個食物本身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特點 其實它都是說不出的 那所以就是它 在裡面就很多用這些形式去 去諷刺這個所謂的 美食文化 那你這樣說 我又忽然間想起 是不是就好像以前 Andy Warhol那些藝術品 就是做一罐金寶湯 那樣就畫一畫 賣到幾百萬 那些人又就是爭著說 這個prop culture文化好東西啊 那些 會不會有些 類似諷刺一些 就是這一類人的心態呢 就是純粹是 就是人魂逆魂啊 盲目的追捧那些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絕對是 雖然表面上是說這個美食文化 但是實際上其實都可以引伸到所謂藝術這兩樣東西 那尤其是大家很多時候欣賞所謂的藝術品啊 又或者電影 都是聽人說的 其實很多時候 就好像你說 比如看一部戲 就是一些比較藝術的戲 那時候看完影評人啊 又或者有些猛人說讚好啊 又是怎樣好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裡 只不過人家覺得好 你就立刻去看 跟著都賺了一份 那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這些所謂人民益魂的東西 就反而顯示了很多人的無知 我覺得這部戲某程度就是反映了這一樣的 所謂藝術的吹捧的文化 那其實就是這些 那其實背後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就是一個含 就是他最終想帶出來一個什麼思想 就是說是不是那些人 假裝了東西 那其實就是 其實是不知所謂的 其實都可能有的 因為我們又不想太過劇透了 但是其實他裡面有一個角色 最后次可以逃出生天 就是因為他是 要求這個大廚去煮一個很簡單的菜式 就是這個東西反而 想起吃神裡面的叉燒飯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但是說來說去都不及一碗叉燒飯有時候 所以他這部戲其實某些程度上的理念 都跟這個食神有點相似 不過這部戲我覺得整體上來說 就是有一點小提大做 雖然那個大返派他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他對付這些人 是背後有一個原因 大家看回整部戲又覺得好像 是不是要去做到某程度上的所謂報仇呢 那有點奇怪 所以看上去這部戲我就不是說真的非常投入 當然他有些訊息我是會購買的 但是你說整部戲來說就 差一點點了 不過聽你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都有點吸引的 我也會有興趣去看看 看看究竟 最後是煮一個什麼菜式 可以令到這個主角逃出生天 講完這一套 另外 剛剛跟你都聊過一天 講過一下就是這個巴黎聖母院 火海奇蹟啦 那你就覺得 作為一套劇情片是一般的 但是我就 有個另外的看法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這套戲的背景 然後我再 再跟你爭論一下 究竟這套戲的主角究竟是誰 這套戲就是改編自《真人真事》 就是在2019年4月 在法國巴黎聖母院那場大火 真實事件裡面那場火其實就是燒了十幾個小時而已 當時是沒有人死亡的 有部分的救災人員受了輕傷 但是因為這個巴黎聖母院都是在法國或者在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地標 所以這件事將它拍成電影我覺得都非常合理的 這套戲的導演都是非常出名的 可以說是法國的大導演來的 他之前就拍過好像梁家妃做過的法國片《情人》 另外又拍過《Brad Pitt》那套《西藏七年》 接著又拍過《荷里活》的戰爭大片《敵對邊緣》 甚至去過中國拍過一部叫《狼逃騰》 所以都是經驗非常之豐富 所以當初我聽到有一天有這部這樣的戲的時候 也有少許期望 但是看完之後就覺得有些 都會跟剛才五星級成員一樣 有些不是非常之特別滿意 因為他這部戲就是用一個比較 叫做紀錄片式的拍法 去交代整件事 意思就是說他除了拍一些虛構人物之外 另外還夾集了很多所謂紀錄片段 據知他拍之前曾經在網上公開招募的網民 提供一些當時在現場 用手機拍到聖母院大火的畫面給他用 所以戲裡面除了有一些虛構拍攝畫面之外 還有一些所謂真實的真是大火的片段 再加上夾集了一些新聞片 好像在裡面有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片都有出現 幾樣東西夾在一起 組成了一套有點像紀錄片的劇情片 因為就這樣聽你說的感覺上好像一套紀錄片 但是你說是劇情片 那裡面其實有沒有主角 你知道荷里活這一類的災難片通常都是用一些小人物 或者有一個人物或者有一個角色去帶整套電影 然後反映災難的嚴重性 或者讓別人體會到對我們的衝擊 那你這一套跟這些荷里活戲比 那你又覺得怎樣呢 這套戲的人物是非常之多 但是感覺上好像沒有一個真是很主角的角色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一開始他就說一個黑人的職員 就是在對面職務院裏面做裝修工程的職員 那你跟了一段 那你覺得他這個人物會不會是一個主角呢 但是後來警報響起了之後 那他的角色這個角色突然間就消失了 沒有影子了 那後來就變了這個消防隊出現 那消防隊長消防隊員這樣 那你就以為他這班人是會比較主線一點 但是後來又發覺他們的氣氛都比較平均一點 又沒有說哪一個角色特別是重氣一點 那之後呢 再有這個巴黎聖務院的一個所謂 好像總經理那樣的角色 那他負責去幫忙去搶救那些文物的 那你以為他有一些戲份很重要 或者後半部的戲都是他為主 但是結果後來就是負責真是救完那些文物 又沒有影子 那所以你整部戲是沒有真是一個主線的人物可以跟到 那好像你剛才說 就是如果看荷里活的災難戲 通常他都會有一些一個主角的人物 那你被觀眾去代入 就是一直跟著他去做冒險這樣 變成了比較容易牽動的情緒 那看起來就比較有一個追看性一點 那但是這部就反而好像沒有一個真是這樣的人物 而整部戲就變成了好像一個主角就是這個巴黎聖務院 是的聽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我也看過一些歐洲的電影 不過那些通常都是比較記錄片 其實他們的主角就是一個建築物 有時候是一個教堂 有時候是一個圖書館 那他的拍法就是感覺上好像有點劇情 但是其實也是很日常的一些 就是在一間教堂會發生的事 有些人進去裡面參拜 有些人會進去裡面結婚 或者做些什麼 例如圖書館那些他又會說一下 就是那些人進去裡面看書 那他去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藏書的地方去那些書架那裡找書 那他慢慢帶出整個建築物裡面的不同的地方 或者一些他的建築風格 或者一些建築特色 那因為聽你這樣說就好像說 巴黎聖母院其實在法國的地位 我猜好像我們中國的故宮 或者天壇那些這樣的建築 就是很象徵意義 很代表性 就是直接象徵他們的民族 那現在被霍燒了的話 那他們其實是不是想 藉此用這個聖母院來做一個主角 那其實那些人物只不過是中間穿插 就是說這一座這麼重要的建築物 現在一場火災燒了 會不會是他們的做法是這樣的 因為你知道歐洲戲 通常跟這個荷里活都有點不同 就是荷里活的話就很公式化 就是很計算 就是會帶領大家的情緒 正如你說 那另外歐洲那些就是比較有時候 是好像比較感性一些 就是從一些很長鏡頭 很慢的節奏 去帶出一些味道出來 那其實你看不看到這種味道在這部戲裡面呢 他這部戲的節奏都很快 並非那些所謂的長鏡頭 那些講風格的那些戲 但是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是一個法國人 好像你說 就是他對這個聖母院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象徵性很大的東西 那可能你會看得比較 就是用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 那如果我們這些觀眾純粹作為一套災難片 尤其是如果我們看回這些宣傳資料 你會覺得是一部 就是好像抱著一個期望 就是好像看荷里活那些災難片的那個心態去看的話 就可能會覺得有點失望 那當然如果你說好像你剛才說的那些紀錄片 就是介紹真正介紹這些字院那些紀錄片 那些紀錄片呢 我可能都會覺得好看的 就是他裡面好像 比如一開始他都很詳細地介紹 這個聖母院的一些歷史 又或者他的一些文物有多獨特 那但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部戲我始終我入場看之前 我覺得是保住在一個 就是一個商業劇情片的心態去看 但是現在你看出來就只看到那個沒有什麼人物 純粹是一個交代一個事件的話 那就變成了有些不乎期望 那你也是對這部戲有些少少失望的 聽你這麼說 轉一轉話題吧 我們剛剛講過會講兩套這個英雄片 那就是不如先講一下這個Bad Adams 這樣你又介紹一下 Bad Adams就是這個黑亞當這個人物 就是類似一個Anti Hero的角色 就是他本身是有少許邪氣的 但是在這部戲裡面 當然是一個結果都是一個英雄 就是好像之前我們看Marvel的Venom 讀我們這樣 那他這部戲 就是我覺得是 整體來說我覺得是好看的 就是我會這樣說 尤其是我今年初看過幾部Marvel的戲 例如這個女神Four又或者這個Doctor Strange 奇異博士這些比的話 我覺得這部是比較簡單直接痛快一點 那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因為他找了這個 Dwayne Johnson這個The Rock 去做這個黑亞當這個角色 就是看他的戲其實是挺好看的 那雖然他是沒有什麼演技 我可以說整部戲裡面都 或者他之前很多戲其實都不是真的不銷售演技 但是有一種爽的感覺 尤其是開場 他就是剛剛翻山 然後一出來就對著一群僱傭兵 然後就基本上有你沒有你就立刻打他們 打到他們傻了這樣 那我覺得是挺爽的 就是令我想起我之前剛剛看過那部南韓片 就是犯罪都市的就是那個大隻佬那個大肥佬 和馬東石那些戲 就是令你看完就是可能不是有一些這麼大的意義 但是就是有點暢快的感覺 暢快的感覺 就是你聽了你這樣說 跟我們之前說的那個就是這個Project Wu Fund 和這個就是韓國那套Witch那些 就是又是一群人出來打餐死的 但是又看到個人 我看完之後的感覺和你都很相似 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就比較傳統一些 就是傳統的Superhero的故事形式 我覺得在這部電影裡面 雖然The Rock他演技就很一般 但是他的角色是有一個心路歷程的改變 還有他中間也有一個扭桥位在那裡 就是大家是原來背後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所以他這個人物為什麼會這麼 就是一出場的時候是這麼邪惡 或者對各樣東西都毫無感情 就是想毀壞一切 是有一個原因在那裡的 就是還有另外這部電影呢 我覺得就是都貫徹了現在的那些 美國荷里胡電影的一貫傳統 就是都有一些隱行一些 就是背後的意義啊 或者帶出一些訊息出來 例如他的故事的設定背景是一個類似中東的國家 我覺得有少少阿拉伯之春的意思 也都是很多人示威啊 很多人反對一些獨裁啊 強調就是希望要有一個英雄 但是他裡面帶出來的一個意義就是 我覺得是挺好的 以及跟整個故事又包含到就是說 人民未必需要一個英雄 但是人民希望有一個自由的世界 我覺得他跟猛威那些比的話 他這種這樣的政治理念的灌輸 我覺得是比較來得自然一些 以及跟故事比較契合一些 是啊 我也覺得是 即是他那些政治理念的包裝 是比較順暢一些 在故事裏面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覺得他比萬威那些電影好 尤其是你知道現在萬威迪士尼奇亞的電影 都是很強行地去塞那些政治理念 即是政治正確的訊息給觀眾 對比之下這一套就包裝上是會令人容易接受一些 再加上我覺得這部電影 比我之前看過幾部萬威比較好看的原因就是 他比較少一些廢話 即是像剛才所說的 一看到Rock 他就純粹打人 好過你不停地說一些爛鏡 那這些爛鏡的文化 我覺得近來在很多美國電影都存在 就算之前我們說的滅魔 即是毒魔 又或者雷神那些都是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年代 可能年輕的觀眾比較喜歡這些電影 但是我們這些可能想比較看一些純粹的電影 所以對於那類型的電影就不太喜歡了 所以這次我覺得他DC走這條路是OK的 即是基本上你如果萬威做某一件事 你DC做回相反 我覺得其實是一條可以走的路 或者他真的如果想殺出一條血路的話 他這個方式去繼續發展下去 我覺得是可行的 是的 不過看DC那些電影 我有一個批評 就是跟你之前看過這個超人對這個蝙蝠俠 這套戲裡面我覺得又有少少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個Bad Adam對這個Hawkman 這個鷹人 其實那個鷹人根本就不會夠打 因為這個Bad Adam實在太厲害了 就是他一出來 整個黑暗版的超人 就是完全是不夠打 但是他又硬要打 就是這些我會有少少挑剔 但是我覺得其他他另外的配角 就是這個命運博士 我覺得那個角色配合得不錯 就是作為一個配角來講 他有些發揮到一些作用出來 還有另外那個旋風 還有那個原子粉碎者 就是那兩個年輕人和年輕女 就好像有少少放在那裡做花瓶 還有我想再提一件事 就是我看到很多評論 就是他這部電影很多角色都好像有抄襲 Marvel 的嫌疑 例如這個Hawkman也有少少像 Iron Man 有錢也有很多高科技 然後這個Dr. Fate 這個明運博士也有少少像奇異博士 例如Atom也有少少像 Ant-Man 可以變大 但是其實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有對又不對 如果純粹從電影版來講 的確是有點相似的 尤其是 Marvel 的電影 拍過之前 他是之後 自然會有少少參考的嫌疑 但是其實如果大家知道 很熟悉這個DC和 Marvel 漫畫 那個來源的話 就知道其實 很多這些DC的角色 的誕生 都是比起 Marvel 早 就像你說這個奇異 這個明運博士 Dr. Fate 其實在40年代已經是面世了 但是這個 Dr. Strange 好像要六七十年代才出現 反而還遲過去 所以其實這個美國這個漫畫 就是這個DC和 Marvel 其實兩邊是不停的互相影響 就是很難說是誰抄襲誰 只可以說是大家共存發展 就是尤其是它裡面 很多的畫師 就是畫家 其實都是在兩間公司 都是到處走的 那所以他們的角色 又或者那些設定 相似都不奇怪 那倒是 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就是究竟誰抄誰 都現在搞不清楚 那樣 那不過就是你講的沒錯 就是DC如果可以殺一條 血路出來的話 那也都不需要美政治正確的 就是加一些深度的話 我覺得會很好 因為呢 就比對回我們 接下來想說這個 《黑豹2》 《Vakanda Forever》 我覺得有些太過治癒了 所以感覺上一般 那你又看了沒有 這部電影其實我是沒有看的 我也有點興趣 但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近來《Marvel》的電影都看得有點厭 不論這個電影 又或者它不停地出的電視劇集 我覺得早期好像 如果你說電視劇集 好像早前 《Wonder Vision》 或者《Loki》都可以 但是拍到今年 好像《Miss Marvel》 和《Shoe Huck》那些已經是一般 所以這部《黑豹2》 我始終都暫時沒有這個信心 或者沒有這個決心 去入場看 我知道你可能因為家庭下的問題 所以就要去看壞 所以你覺得這部電影 我覺得 萬威現在 很多人都說 現在是第四階段 但是我感覺上 有少少萬威影業的電影 或者影視 有少少抹落的感覺 我覺得 例如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影 劇本都幾千瘡百孔 因為有很多事情 講不通 它裡面有少少 情節又不是真的太合理 還有這些人物 我覺得最重要是 人物獻缺感染力 像你之前說的 荷里活的災難片的出位之處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人物 去帶動這個情緒 帶動大家去進入一個災難裡面 去有那個感染力 去令到你投入故事裡面 但是我覺得現在 萬威那些故事 有時候真的欠缺了這個人物的感染力 你會覺得有點悶 因為你看回之前的《黑豹》 就因為那個人物的角色 是他們塑造得很好 還有它上一集 即是第一集裡面 一個正邪的對決 兩個都是 兩個是一個不同版本的英雄 但是他們帶出 Wakanda這個國家 還有要開放他們的國家 去幫助其他的人 你覺得它是提升這個 黑人的地位 黑人的文化之餘的話 你的故事我覺得 比較吸引人一些 但是來到今次 這一集來說 你的感覺就好像 忽然間這些事情 又好像變回頭 例如他們現在說 這個King死了 他們就不斷在消耗 大家對之前黑豹的印象 不停把這件事搬出來 雖然是很刻意地去營造很多他的畫像 想回過去的事情 不停在帶動這件事 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賣點 另外就是 她是一個天才女天才科學家 就是一個黑人 年輕女 也很聰明 做了一套 整個Ironman的衣服 他有很多這些 去加入一些 我們剛剛之前說過 就是一些 硬砌出來的訊息 去帶一些政治正確訊息出來 但是很表面化 就是不讓人投入 因為那個女生的角色 你純粹只是很表面地告訴你 黑人的女生都可以很聰明的 他們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她是出身這個貧賤的家庭 但是都可以讀到名校 這些事情 大家都是陳康濫屌 我覺得有時候 你這樣去說的話 另外 她裡面也有兩個 叫做五夜天使 就是Wakanda的公主 就是黑豹的妹妹 她去做的新的制服給她們 即是現代科技去取締了 即是她用現代科技去取締以前黑豹 她有這個神力的地位 即是你裡面有很多這些 你覺得看完之後 我又不是很喜歡 跟以前黑豹的背景 那些各方面的事情 好像感覺上好像不同了 忽然間 皇帝一死了之後 就完全好像不同了樣子 其實說回政治信息這兩件事 我記得上一集 她有一件事其實就是 比較令我印象深刻一些 就是她是很想抗衡當時特朗普政府 尤其是當時特朗普政府 不停地推銷美國優先 以及這個 差不多奉行鎖國政策 所以她第一集的時候就是 就是這個Wakanda 這個地方 最後就是要強調她想要 將她的科技 將所有東西分享給所有人 其實就是剛剛跟特朗普的理念 去打對台 你說第二集 你會不會覺得 跟現在的時勢有什麼比較呢 現在的時勢就是 可能特朗普下台了 所以Wakanda就立刻封國 另外也可能就是 他們沒有了黑豹 因為黑豹是一個 Wakanda的保護者 也都是有這個 你需要去吃她的心形葉 然後看到祖先之後 你才可以得到那個 保護者的神力 她的能力在這裡出來 但是上一集就已經說 那棵植物已經死了 也都沒有辦法再 可以有第二個黑豹出來 所以你一開始的感覺 就覺得就是 黑豹的媽媽 做了女王之後 那個 去到聯合國說話 或者去對外那些事情 就變得很自我封閉 我最記得開場那一段 她就說 因為 法國和美國都知道 黑豹不在了 他們也派人去潛入 他們Wakanda的研究所 想偷他們的 震金出來 當然 Wakanda裡面那批女戰士 也都很醒目 已經如先在這裡部署好 當他們來到的時候 就把他們殺到一棵一棵 還要俘虜他們 在聯合國會議那裡 就帶了一些俘虜士兵出來 然後還要這班人 向女王下跪 叩頭認錯 那你覺得 這個統統就很不同了 好像 以前的黑豹的國王 說要開國 要幫助其他弱勢的國家 對抗這個極權主義 或者去令到他們窮困的人民 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生活 但是你這個感覺 就覺得整個統統突然間不同了 接著 那公主她對這個世界的仇恨 就是因為她哥哥的死 跟千絲萬縷有很多事情造成 她就覺得 這個好像整個世界都對她不對 她就說她憤怒到要把這個世界 要燒毀整個世界 所以就是因為她這樣說話 就令到 這個 裡面有一個叫做 拿摩 這個拿摩 就是 是一個水底人 也是一個新興的民族 也是有這個 令到他們很厲害 但他們一直 就隱藏了 在水底裡面 就希望跟他們結盟 這樣 這個故事 就是這條線OK 但是他們反目了 這個 實在太厲害了 一來到就可以 差不多將 大概滅角 所以裡面 就是 科技 對抗這些 超人 或者有神力的人 那些 故事很難說 你看起來 覺得不可順 突然間的聲音很奇怪 很不同 還有 她裡面 也有一個背後的意思 想說出來 但是我覺得 新的女黑炮 不是很能夠帶出信息 你剛才說到這個女戰士 其實 剛剛之前也說過一部 叫做女戰不敗 都是很多非洲裔 黑人的女戰士 以及黑人的王國 其實兩部片比較 你覺得哪部比較好看 你這樣問 其實也挺有趣 如果你純粹從整部戲 或者一個故事 或者一些人物來說 我覺得其實女戰不敗 反而我覺得還好看一點 因為 起碼她裡面那個 就是 那個女將軍 那個女王 你會令我信服 她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一個女王 去打倒那些 那些 那些 還有她裡面 也有一定的 就是 主角 從她的視野來看回整件事 她也有一個 心路歷程的改變 就是由她 開始進入皇宮 想去做一個女戰士 到她真的去參戰 接著去見到外面的情況 接著她可以很肯定自己 要保衛自己的家園 就是你會看到整個 是一個 心路歷程的改變 但是 你這裡裡面 那個女黑豹來講的話 她的心路的改變 我覺得來得太突然了 就是以她 一個充滿仇恨 一個充滿想 燒毀這個世界的人來講的話 就是你會突然間 會變得很 就是 很 就是突然間 很 很有這個 人愛之心的話 我覺得要更加多的事情 發生更加多的事情 才可以令到她有所改變 但是因為荷里活色的電影 都要大團圓結局 所以 她 那一件事就做不到 因為我不想太多劇場 劇場 劇場開始由大家看來 又沒有這樣的信心 但是我覺得她的心路 歷程改變就不太足夠了 那另外 就是都講一講 就是她這裡 也都 有一點點 就是 非常之 就是 講出這個白人優越主義 就是她是對白人優越主義 白人的 很多事情都是 很批評 很批判 包括這個 納摩他們的水底王國 就現在納摩這個角色 就是塑造是一個 印加帝國的君主 那也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 就是 拉美裔的超級英雄 那所以呢 就是說 他們有很多這一類的訊息 想表達出來 那所以 整體來說 我覺得 我覺得是 《雷戰不敗》好看一些 好 那聽你說完 我想我都未必會去 入場去看這部電影 那 那今個禮拜 我們講的電影就講完了 那如果大家剛剛聽過 就請幫忙一下 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又或者去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喜歡聲音節目 就可以去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或者去Spotify 找到我們的聲音節目 那麼 那喜歡文字影評的呢 就可以去這個 cnespot.com 電影網站裡面 查閱一下文章 那下個禮拜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